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人擔心局面难以为计 但也有人认为 特区是全球最富有的政府 未怕过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时事大报解》 财爷最近都预告了 财政预算案会有超过1000亿的赤字 未来新的预算案会怎样写法呢 我们有什么期望和预测呢 请嘉宾专家和我们说 今天我们的嘉宾 香港会计师公会 财政预算案建议委员会召集人 杨栋梁 先 吴先生 你好 Cary你好 顺便少许广告时间 是 你这个财政预算案建议委员会 是英文所谓ad hoc 每年组织还是不固定 永远都放在这里 每年讨论一次 我们工会 这个是常设的一个委员会 常设的 每年都有 但是每年里面的委员可能会有不同 那缴架就在这儿了呢 是 是常设的 這是你們每年裏面最大的一件事 其中一件最大的事 還有我們工會的每年是11月12月都換屆 所以這個可以是換屆選了新會長 選了一個新的董事會之後 差不多是第一個最大型的一個節目 或者是一個公佈 剛才我都說了財爺已經預告超過一千億的赤字 比起原來的五百多多成倍 是 到真的最後埋落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數字呢 都不敢說 只會多不會少 有沒有說錯 應該就是了 現在看這個情況 因為經濟我們看到短期之內 都未必有一個很大的轉機 但是也很難說的 我們之前試過有一年 就是最後三月份 因為股市大黃 只是單單股市所收回來的印花稅 就令到大家原本估計赤字 就變成了盈餘 所以也不知道的 還有幾個月時間 即是一雙情願 我們希望 我估計這個可能性就這麼戲劇化 就可能不多了 而且已經說了來年一年不賣地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消息 沒錯 沒錯 從這裡說起 有些人就說 很擔心 就是說政府經常說 我的錢 十八個月夠用才算是可以的 那你不夠的時候怎麼辦呢 有些人就說不用擔心的 就是後面還有幾萬億 庫房還有幾千億 是不是 就是不擔心的 你是否擔心呢 我現在不是那麼擔心 因為我們工會覺得 現在香港政府的財政狀況 還是穩健的 但是居安施危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時候去想一想 未來那幾年會是怎樣的 因為如果你繼續赤字下去的確 那個儲備還有一天會用完的 當然我們不希望發生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我們應該 就好像我們工會建議一樣 政府應該繼續做多些措施 去鞏固香港的經濟 吸引外資 吸引人才 也都可能去想一想 那個庫房收入來源 我們經常都說 那個稅機很狹窄 只是單靠賣地 或者是一些直接稅 那是不是有需要去檢視一下稅制呢 這個也是我們工會 說了很多年 建議了很多年了 用到乾堂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相信這件事 但是有些人就說 有個故事 才爺去APEC開會三藩市 說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是全場用很嚴善的目光看著他 是 因為在座那麼多人 只有他 以及新加坡 如果他在這裡的話 這兩個政府是踏水的 當然是 所以說不用擔心 這個說法當然是一個半兆話 那個財政的估計 你庫房有多少千億 今年可能特殊一些 去年也特殊一些 因為你前面疫情用了幾千億 沒錯 就是一下子就拿了一筆走 那個是否足以令我們覺得穩健的呢 譬如說幾千億的庫存在這裡 我們看一些數據 我們工會預計今年 即是2023、2024年這個財政年度 政府赤字大概有1273億 即13億左右 大概是去年這個時候政府估算的兩倍多 如果真的按照這個路徑去走的話 這個庫房會跌到大概七千億儲備港幣 不要忘記了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外匯儲備 外匯基金 有四千億美金左右 三四萬億港幣 是的 其實看回香港這個經濟體 七百多萬人 其實相比起 可能我們根本是有錢過一些歐洲或非洲國家 所以他們的艷善目光 我覺得絕對是合理的 而這個七千多億 其實等於什麼 等於政府大概11個月的開支 就是說如果接下來11個月 一元收入都沒有 沒有稅收 沒有抄牌 所有的費用都沒有 政府都可以捱11個月 當然不會發生 就像Garry你這樣說 而剛才你也提過 大概12至18個月就好像很健康 其實政府在不同的時候 有不同的看法 工會也覺得大概12個月左右是健康 其實現在11個月就差不了多少 再看回以前的年度 其實在03、04年SARS之後 那個庫房是跌到下去 剩下2000億左右 然後我們十幾年就慢慢去到疫情之前 大概是1萬億 就像剛才說了 就是在疫情的時候花了很多錢 因為政府的庫房是以現金帳來入數的 就是說他當天花了多少錢 甚至是蓋了房子 當天給了多少錢出去 他就全部去了支出 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令到這幾年是有赤字 剛才所說的 居安私危 這幾年因為特別的原因 甚至是我們接下來有些大型基建項目 我們花多少錢 不要緊 但是我們要想一下 未來怎樣把這些錢賺回來 或者是用得其所 令到可以做到一些項目去振興經濟 又或者是令到市民生活好一點 那這些都是我們工會建議的一些措施 最流行的說法就是開完截留 那我個人覺得要截留 省回來也是一個零頭而已 也不是省得到很多 因為你民生那些以出之物 你出去很難收回的 很大件事的收回 沒錯 但是開完呢 其實你真的不是真的要開完 其實你的市場旺了 樓宇交收、股票交收、基金交收、外資進來 你自然就百業興旺了 有人去吃飯、有人去飲宴、有人去開派對 自然會消費 那麼政府的收入亦都會增加 是這件事而已 是 我想政府的帳目就很簡單 一加一減 如果減不到、截不到樓的 就唯有是開完 剛才Gary你說 開完就 當然你說什麼開徵新稅總是一個方法 但是現在我們香港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 都是靠賣地和稅收 賣地稅收都是很看市場環境 以及市場對未來的看法 因為如果市場覺得未來的經濟都是差的 沒有人會買了 沒有人會買地 沒有人會買股票 所以令到多些市場的交易、多些流動、多些人進來 多些旅客進來 這些絕對是對經濟和對庫房有幫助 現在庫房的收入 我也做過議員 也叫做非經常性收入 也叫做經常收入 不理會他什麼經不經常 排隊最大宗就是土地買賣 印花稅 利得稅 然後吉薪峰稅 都是這樣 現在政府主動說我今年不賣地了 這個意思是很明白的 就是我為什麼要弄這麼多供應出來 將價錢下落 已經樓價跌進去 你再推倒它 去摸底何必呢 但是你計算那條數 你有這個底氣才能做 因為真的少了可能一千多二千億的收入 行不行 短期我覺得是可以的 譬如我們今年的估計 那個賣地收入其實只有200億 比起政府去年的估計也少了幾倍 另外股票印花稅 股票印花稅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 那個也很視乎市場每一天的交投量 10月份的時候 特首在他的施政報告中 就將那個股票印花稅 由0.13%一邊 即加上是0.26% 減到0.2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回復兩年前的稅位 這個對付房收入也有些影響 因為每一天的交投很不失格 你自己減了 是不少的 但是很有趣 你可能會問 減了印花稅或加印花稅 是否對股票市場有影響 我想兩年前加和今次減 兩次都對市場其實沒什麼影響 因為兩年前加了之後 大家就怨聲再度說 那個交易成本貴了 但是那段時間 照樣交易 股市一直上升 很輕旺 現在你減了 照樣是淡靜 是的 所以我想 當然是一個因素 也是交易成本之一 但是到最後還是看市場 如何對經濟前景 如何看 剛才你提過03年的時候 最低水位的庫房 只剩下2000多億 是的 這些我是造成心理關口 是的 其實我們不是那個管家 其實真的不知道要多少錢 總之在概念上 剩下2000多億就很乾 不是乾堂了 當時的2000多億 你計算通脹 就不等於現在的2000多億了 那現在你看一般市民 即是真的要引個心理關口 去到哪裏呢 沒有理由 每次用當年2000多億來比 我想當時的2000多億 大概都是等於 政府開支 每年開支的13個月 所以跟我們現在 今年共算的11個月 其實差不多 但是你再看 其實香港政府 在過去幾年的開支 是一又一路加 大家都看到民生 很多不同的政府開支 都是加助 所以你說是不是一條紅線 你說12個月 我們現在11萬 那時13萬 是不是12個月一條紅線 我覺得未必可以這樣想 但是 我覺得現在的確是一個時間 去看看 我們其實發生了甚麼事 或者經濟前景 是不是好像之前估計 這樣的情況會繼續上升 我想我們說得白一點 底都很厚 香港經濟的基本因素 其實沒有甚麼大改變 我們有很好的基建 很好的金融系統 人才 中文、英文 都可以 聯通世界 這些基本面其實沒有改變 我們一個經濟就不可能 永遠都是想的 都是一個週期性 現在是一個短期週期性下來 反而我覺得值得去想想 我們以前有甚麼做得好 有甚麼做得不好 有甚麼優點我們要繼續發揮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當然要去想 先喝杯茶 回來繼續聊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有嘉賓 香港會計師公會 財政預算案建議委員會召載人 楊澤智 先生 楊先生 楊澤智 楊澤智 我們提到心理關口的問題 除了銀碼多大之外 還有一個心理關口 就是你連續這麼多年赤字 如果你計算GDP 連續兩年就已經衰退了 是不是這樣計算 可以這麼說 但是過去那幾年是有特別的原因 抗疫等等 其實政府真的花了很多錢 我覺得是可以在這些短期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可以容許更多的赤字 還有你說連續兩三年 我們又看回頭 在1999至03、04年那段時間 我們有試過是五年赤字 即是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 到沙士 沒錯 所以都是有些特別的原因 我們不是因為自己有什麼經濟大的波動 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而令到這個赤字 我們解釋得到的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現在這個情況 現在 讓你站在財爺旁邊 幫忙寫財政預算案 基調 主調會是怎樣 大概你們的意見會怎樣 我們的建議是要有一些短期的措施 可能更加要花錢 但目的其實都是去建立香港的品牌 說好香港故事 但這個就不僅是說的 我們真的要找些事情做出來 去告訴外面的外來投資者 香港其實那個經濟 讓我猜一下 譬如現在說城市經濟 是 搞多一些和國際比賽 什麼時候來香港 是不是類似這些 類似 這種類型的城市 就可以吸引到旅客來這裡 過夜消費 其實一來過夜消費 他們會為香港的經濟 帶來很多不同的收入 酒店、住宿、吃飯、買東西 是嗎 亦都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消費 這個一樣 第二樣其實是招商人資 去說好香港故事 招商人資 找多些外資進來香港 開公司 或者是特首都說 有一個是地區總部經濟 來到香港 做亞太區的總部 然後就會請很多人 所以請人的時候 我們都要確保 我們要有一個人才的政策 或者吸引人才進來 所謂的人才不僅是一個總部 總部我們大家可能在想 都是財務、法務等等 其實可能有一些公司 上來香港是做科研的 例如藥的公司等等 那我們是不是有科研的人才 都要吸引 或者是本地培育呢 這些我們覺得是一個配套 我認為真的有影響 有些立法會議員說 現在批了很多高財通來香港 起碼帶旺了一些租金 是 你幾萬人 或者幾萬個家庭來香港 起碼你要住 不一定賣樓 起碼租金會有變動 或者先租住 會有這個影響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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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一個大問題 有些財經界人士說 為甚麼香港政府 為甚麼不會去借貸 舉債、債券、借貸 其實做生意 好像沒有人會 掃自己的老闆出去投資 當然是用別人的錢來投資 你賺錢 是吧 有些人說 原因是因為香港實在太有錢 不做這些工夫 就是因為你太有錢 可能香港幾十年 都沒試過要搞到借貸 這個邏輯通不通呢 其實香港政府是有舉債的 在接下來幾年 他們也預計會發債 你明白的 大嶼那些 沒錯 北部都會區 沒錯 但如果你借得太多的話 其實對信貸評級也有影響 令到你發債的利率也會有影響 所以我想重要的就是要看看用得其所 需要的就借進來 又或者可以看回 如果現在譬如我們看到短期之內的經濟 都是比較淡的情況 又或者甚至乎 現在我們看到未來十年的經濟 跟我們當年要做這些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 我們的經濟總體的容量 是多了還是少了呢 我們那個… 起碼眼前的經濟是少了 少了的時候是 我們還需要那麼多地呢 或者我們說遲了可能也要的 但未必是那麼快 那是不是可以在時間上拖慢一下呢 那我沒有答案了 是的 這個想法沒有什麼人說起這件事 是的 有人說起就是 你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 需要不需要同時並舉 有個先有個後 北部都會區 你黏住深圳 你那裡要快一點 這個明日大嶼可不可以遲一步 或者拖慢一點 即是你自己的周轉可能也會有個先 這些都是方法 是的 如果不是建了出來 如果你說沒有人用 或者使用率很低 那就會浪費了一點錢 除了正如你說的中短期的措施 還有什麼其他會… 即是希望裁夜可以考慮的呢 我們說回剛才就說 剛才也是說開支 以及截留 開完也很重要 我們都說工會 甚至乎坊間也說了很多年 就是那個稅機狹窄的問題 再加上過去這十幾年 十年左右 因應國際的稅務環境 其實香港也改了很多法規 稅法裡面改了很多東西 我們的稅法 其實我們的稅務條例 其實 對上一次看 即是重新再看過 其實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其實現在 我們都覺得是適當的時候 全面的去看 我們現在的稅務系統 其實是否還是合時呢 是否有競爭力呢 然後再去看看 我們會不會引入新的稅種 這些其實在很多年前 二十年前 政府其實有說過的 當時的一個調查 走出來就是想引入 這個商品和服務稅 GST 即是銷售稅 銷售稅 你說這個現在二十年之後 一直都沒有做過 那麼政治上 明白的 沒有一個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去推出新稅項 是吧 好市的時候 大家說 你還要我交水 不好的時候 又說你還要我交多些水 所以 這個我覺得 有些政治考量在裡面 但是 現在不是說要立刻推 而是現在可能要重新 再做一次研究 究竟哪種稅項 不一定是銷售稅 可能前一派所說的 資產增值稅 可能都是一個考慮 一個選擇 調查完之後 再公眾諮詢 諮詢完之後 可能就再立法 而且立法不是說 我說要收稅就收 現在數碼年代 可能政府要重新 去建一個電腦系統 去收稅 其實這些 我剛才這樣說一說一說一說 其實可能是十年之後 我們才做到這件事 沒錯 所以現在再來的時候 可能如果剛好十年之後 推出的時候 經濟是向上的 阻力就會比較小 有些人說 對 等不及那麼久 你現在的心理關口 都是說今年明年的事 發債捐又如何呢 有些人說 你香港現在要做離岸人民幣中心 人民幣債捐 你又是益自己 又益國家 為甚麼不做這件事呢 對的 所以發債完之後 錢拿來做甚麼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 如果拿來投資一個有回報的項目 或者是支持國家發展 第二天的回報會回來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考慮的 不單止各國債的 綠色債券、綠色金融 那些已經有了 那些可以繼續做得更多 或者很多年之前說過的伊斯蘭金融 那這些其實都可以考慮的 那些就不需要十年八年了吧 所以說你很快可以 相對可以快一點 那些可不可以建議 既是益自己 亦都對國家有利 是否都可以盡快做 可以的 我覺得香港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去做這件事 香港有很好的金融系統 資金流動亦都自由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好好利用我們自己本身的優勢去做 我們當初預計起的 反正說我們的經濟容量就是這麼大 那第二天我們究竟是會縮了 還是會再大一點呢 這個就是我想政府要再去考慮 那剛才那個有一點是時間差 現在我們花了可能一萬億 去做兩個大型的項目 那慢慢如果之後可以 因為增加了經濟的發展 增加了經濟活動 我們收多了稅 多了市民 多了經濟活動 那這個可能是之後收回來的 那其實這個正正就是發債的原因 我們現在就先借了一些錢進來 投資了 就等後面賺回來的時候 就開始去還債項 那這個亦都是其中一個想法 新的財政預算案 是不是幾乎肯定都是赤字預算案 如果… 應該也會繼續有赤字的 那… 就是現在… 不如我們談談經濟的狀況 我最近跟一些投資銀行的朋友談 就說… 是 現在很差 生意很差 不過你這樣計算 通常… 六年七年 會有一個週期 會有一個起跌 就是以前那些叫做甚麼 不是叫危機 現在習慣了就不叫危機了 有一個跌位 是… 現在你一次過出了 你拉雲計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是不是一個太樂觀的 自我解話的說法 還是真的可以這樣看 我想又沒有絕對的 這個世界是吧 就是… 我相信很多不利因素都已經出來了 的確是需要時間 市場去調整 我自己看回市場上面 的確是有資金外流的情況 英美資金可能都拉走了 甚至乎可能一些亞洲的資金 甚至乎內地的資金 都可能覺得 你香港在做甚麼 最近亦都我們見到 多了客戶 去申請 或者多了納稅人去申請 暫緩交預繳稅 其實大家都預計 未來一兩年 可能經濟都會差 或者有些僱主都放風 就是未來年加薪 或者獎金也不要這麼樂觀 這些其實我覺得都是負面因素 但是好像剛才所說 這是一個周期性的 去到… 譬如說資產去到很便宜的時候 就會有人買 資金也要有出路 這個世界裏面還有很多資金 問題是他要去投資的時候 他去哪裏投資 為甚麼要來香港 不去新加坡 或者不去中東 不去泰國 不去越南 所以這就是要說回 怎樣可以打造香港的品牌 令到更加多的外來投資者 或者資金會來到香港投資 這是雞同雞蛋的問題 你說好香港的故事 有些好東西才可以做一個標的 告訴別人 靈德時代來香港落戶 你才去刺激其他人 他也來得到我都來了 所以既是心理關口 亦是實際的問題 沒錯 現在坦白說 又不能見所有人的袋子 全部都沒有了錢 現在是大家不敢投資 暫時看不到前景 現在最傻的事就是去投資 是嗎 是嗎 有些人說連財幣也不適合 你怎麼看 上落投資可跌可升 但是上落的時候 或者資產總有一個位置 是大家會覺得值得買的 或者之前也有人說過 如果樓是自己住的 就不怕買 自己供的 你看到其實那個樓市 最近是多了成交的 其實你看到經濟數據 去年第三個月 2023月第三個月其實是變得更好 但如果你相對疫情之前 其實可能差不多 我想實質經濟不是大家想得那麼差 只不過是前景大家看不到 什麼時候會上升 好 時間到了 多謝楊澤志先生跟我們聊天 多謝Gary 時事看播戒 後期分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